北京时间8月4日 德国媒体踢球者消息称 有关维特塞尔的转会 有望在当地时间8月5日完成 他将正式加盟多特蒙德 去年一月份维特塞尔加盟全建 随后比利时后摇出色的表现 帮助球队拿到中抄第三名 获得亚冠资格 并在本赛季杀进八强 持续出色的发挥 加之金向世界杯上 作为主力助比利时 拿到历史最好的第三名 维特塞尔获得了诸多豪门的青睐 其中包括多特 踢球者披露 多特蒙着将一激活合同毁了的 金的方式牵下维特塞尔 如此一来 只是维特塞尔点头即可 无需全建认可 所以 这种方式 全建方面是无法阻止的 与此同时 金梅金体育消息 全建主帅所在接受采访 时确认 收到了有关维特塞尔的报价 最新进展就是 昨天我们正式收到了 其他俱乐部 对于维特塞尔的报价 接下来 我们需要整体去研究和讨论 怎么处理这一事件 对于全建而言 一旦失去维特塞尔 那对于球队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中潮下窗关闭 不可能在前校球员 此前 全建方面表示 维特塞尔将在8月5日归队 而现实的情况是 他极有可能归其他球队 对于球队的影响 最后就鑿成了 对于将近因为 这边的影响 队的影响